Hello,大家好,我是赵贤 欢迎来到酒后商谈的网络投票箱 每个星期带你看看 我们的观众对每件事情是怎么看的 怎么投票 也顺带一些我们自己的分析 第一则投票我们有的是 农业部长宣布在6月 会计划落实鸡蛋价格浮动机制 并针对性的补贴币私事群体 有71%的观众 大部分都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政策 这其实和另外一个投票有点相似 就是副财长建议停止向高收入人士 进行汽油津贴 以此来省下178亿令吉 我觉得的确在国家比较财政紧张的时候 债务很高的时候 的确津贴可能是需要省的一笔开销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针对性的补助 也会让到低收入群体 不至于因此而没有办法三餐温饱 这是一个还算能够接受的无奈之举 但是需要注意的事情是要避免它会带来的连锁效应 比如说鸡蛋这个课题 鸡蛋它是很多小摊贩 比如说马来糕点 一些饮食业者 常常用到的一种原材料 一种食材 所以如果它涨价的话 对这些摊主它成本会变得比较高 那生意会变得更加难做 所以这些小摊贩也是需要顾忌的 它可能是也是迷失群体 但它的用法 它是用来做做生意的 那这个情况底下政府要怎样考量 以避免他们会因此而受到很大的冲击呢 是一个需要考虑 需要先计划好才能落实的 而汽油也是一样的 虽然说大部分的运输业裸里都是用柴油的 所以它影响可能会稍微少一点点 可是也要注意到底津贴的机制要怎么落实 避免滥用的产生 就是明明是要给B40结果有某种管道它卖给T20还是怎么样子 这些滥用的情况可能是政府需要注意的 到底具体上面要怎么样落实 怎样监察谁是B40有资格领取 这个部分需要特别的注意 而另外一个我觉得有必要要提出来的是政府应该要先 咨询利益相关者 还有平民百姓之后才推出相关政策 不然很容易就变成骑虎难下状况 比如说鸡蛋这个课题取消鸡蛋的顶价这个政策 如果提出来过后民怨施起大家都反抗这个机制 或是说落实过后效果很差 结果被迫要把这个政策取消掉的话 那对于我们整个政府的威信团结政府的形象都是一个大打折扣 但如果你硬硬要推行的话 那结果也是造成人民劳民伤财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结果 所以最好的情况应该是在提出政策落实政策之前 就要有详细的民调详细的去了解利益相关者 他们怎么看这件事情之后才好去公布出来 不然的话你公布了出来临时变化不好看 如果硬硬要推行也是不好 这反而是让到政府非常两难的状况 咨询民意在落实政策之前是非常重要的 再一个投票我们有的是团结政府计划展延提成气候变迁法案 预计是需要多两三年才能够咨询完毕这些利益相关者 然后重新朝你重新提成 有61%的人是觉得气候变迁环境保护课题是重要的 但并不是最重要的经济民生更重要 有37%的人是觉得他非常重要 再不解决这个问题地球就完蛋了 那其他经济跟民生也不用谈了 所以说大部分98%以上几乎百分百的人都觉得环境保护 气候变迁是一个我们急需关注的课题 那我觉得大家的这个环境保护意识都很强都很好 而我这里想要分享的看法是环境保护跟经济 其实它不一定是相冲突的 就是因为全球都在推动绿色科技的进步 都在推动绿色科技的发展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在绿色科技当中某一个领域 其中一个领域占得头筹 我们作为这个领域的佼佼者 作为领先者 那代表着我们在这份蛋糕当中可以分到更大片 举个例子来说再生能源 太阳能在马来西亚的成本 其实是不断的在降低的太阳能板变得越来越便宜 同时候马来西亚也有充沛的太阳光 然后有大片的土地 对比起新加坡 其实我们更有优势发展太阳能的 如果我们有办法先发展好太阳能 之后我们还可以再卖给泰国 再卖给新加坡 这都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产业 同时候如果我们的太阳能板这个产业 也有能够不断的去发展的话 那太阳能板之后也可能是我们其中一个重要的出口商品 所以不管怎么样 不管在太阳能还是在其他节能的设备 还是其他的一些高科技绿色科技的产业 只要我们先掌握到这些技术 我们懂得怎么做 那我们就有办法在这个蛋糕当中分一块大片的灌高 那我们经济上面会相对的更好 所以经济和环保不一定是相冲突的 它是有可能可以两全的 而如果现在我们不关注环境保护 我们的产业还虽然用着旧有的一些形式的话 那在外国的标准不惯提高的时候 可能我们出口就因此受影响 因为外国可能会开始要求说 一定要有绿色认证 他才能进口他商品的商品 所以这就是我们会变得的挑战和一些机会 下一个投票我们有的是 你觉得安华有没有兑现承诺提成了一个全民的财政预算案 有46%的观众是觉得满意挺不错的 有43%的观众是觉得还行能接受 他就不是一个大派堂国拉选票的一个预算案 不像是为了要这些选票不负责任 让国家债务不断攀升 然后赤字越来越大 他就不是这样 他是稍微更加理性 更加负责的一个财政预算案 我想这也是大家为什么普遍上面都还能接受这个财政预算案的原因吧 最后9%的人是觉得失望 可能是因为独钟拨款吗 还是一些华教拨款没有列明 如果你是觉得不满意失望的 欢迎你在底下留言 让我们知道你失望的原因是什么呢 接下来的投票有的是 旅游部想和安华要更多的拨款 你赞同吗 有64%的人 2%的人是觉得赞同的 旅游业是需要更多支持 而33%是不赞同 因为有其他的部分更需要拨款 其实我觉得2023年对于旅游业 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拐弯点 就是之前有很多因为疫情的原因 所以被打击的非常严重 旅游业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而2023是非常多国家都打开国门 让别人进来 同时也让自己的国民 因为可以出去旅游的情况 所以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地方 包括澳门 香港 台湾 还有各种各样的地方 不断的提出各种的配套 鼓励大家去他们那边去旅游 而马来西亚其实也需要有各种各样的资金 有各种各样的配套去吸引大家来马来西亚旅游 那他们来这边旅游带动的不只是单单的旅游相关产业 其实对于其他的像饮食业啊 还是像一些交通啊 各种各样的行业都会连带起一起在增长 所以这的确是马来西亚政府需要关注的 如果旅游部提出的一些要求 他说还要落实某个计划 那计划是可行的 是有建设性的话 那的确可以考虑去增加 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意见 那以上就是我们网络投票箱的内容啦 那我们就下期见啦 拜拜